唉! 三刀! 寄了你的套路 喝藥! 喝啊! 不知道什麼? 什麼水? 來! 地上上天 契弟打摸 忍忍忍! 好 好 衝殺! 嘩! 為什麼滾不到? 大哥 走啊! 喂! 嘩! 滾咬啊! 為什麼滾不到? 大哥 剛剛被人冤枉了 想走也走不掉 神經病 好 現在幾天? 遲時12點05分 怎樣? 還試不試不試? 明天再做 這把東西 功是夠高功 但又不是說好 怎麼說 有些適合穿的衣服 差一點 沒有水 至於最後一停 如果不行就算 用快武器 砍完可以走路 狼衣刀 血瘋狂 血瘋狂 有多少功? 狼衣刀是否最高功? 蛤? 血瘋狂 刺自己? 但是不玩東西 刺自己 很容易死 看看 然後這些 裝什麼加工界 提供物理性減傷率 這個 加什麼力 加工 抗火 抵抗火 屬性 沒有 提升力 最好抽 然後拿些什麼 什麼 隨便裝所有東西 應該夠了吧 然後 直接這樣砍 他應該也不怕火 加了火 對他也沒有什麼好處 還是要加? 我剛剛還浪費 如果最後不是被他屈 屈了在那裡 我應該贏得 死 死仔 畜生 我把快 沒有 喂 一 畜生 這個 避得快 很多 好 來吧 沒有狗 沒有 好 一 來吧 第二下 不對 好 撞下去 哇 臭小子 喂 不是啊 圍著你轉 轉啊 你傻 欸 劈得切 我避得切 傻仔 得心啊 嘩 嘩 畜生 改變套路 你的戰狀 好 出波啊 出波啊 嘩 撞下去 超肚 嘩 嘩 要補血啊 啟底 啊 啊 握魚火啊 握這麼慢 跪波啊 出啊 跪啊 啊 啊 撞下去 好 啪 喂 啪 你衝生 嘩 回復一下體力 衝生 好 嘩 嘩 嘩 痴媽 不停 不停做白癡 嘩 在這裏 嘩 嘩 差點被他屈死 好 嘩 劈 好 劈 劈 劈 滾你護路 劈 下去 你衝生 入摺 好 嘩 轉了這個我也要喝一口水 好 來啊 追著你圍著你 鼻 好 劈下去 刺劈 幾手快啊 電 劈 追著你 啊 斬下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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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快 他超多 別打算出 出 出 屈 屈 招惹 噢 嘩 嘩 毯 一 撐 一 速散 嘩 嘩 還劈三刀 嘩 嘩 回馬槍 又改變套路 最真是改變套路 吃屎啊 喝水 劈你死人頭 嘩 回家體力 一 二 一 一 速散 又改變套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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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水 速散 嘩 嘩 怎麼扣蝕 我的血好像 我裝了什麼裝備 是不是 好像好一點 他沒有扣 我扣得這麼急 嘩 嘩 收盪 收盪 嘩 嘩 嘩 速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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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捅下去 嘩 一 二 三 四 好 準備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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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真正東洋都 縮我?! 1 2 3 不3 死小子 哇,死小子,別亂來 混蛋 飛 先喝水 哇 好 撞 哇 這一下大差,我應該走 是我錯 乾淨,不要 喝水啊 滾啊 哇 喝啊,再喝一口 滾啊 哇 神經病 節奏被他亂了 好,喝 踢過來啊 哇 照咬 過來啊 哇,又來? 經常改變延遲速度 很難受 好 啊 1 雌 怎麼經常被他捉到呢 冷靜啊 哇 沒有死啊,大哥 神經病啊,明天再玩 這一下怎麼避啊 經常去延遲 應該走路 跑後 只是懂一個方向避 其實避哪個方向都是無敵的 只要避避遍時候 明天再斬,他這個速山 但是 膽敢 明天想一下用什麼武器好 我豈有此 其實這一套裝都OK 是差一點點 明天再說 神經病 什麼 什麼 什麼,不要整人什麼路 啊 很難打 是第一次打得最好 打天才波 打得最好 後來加了很多 概念 這個刪除了這些東西 他應該死 你 和那篇潮文差不多 有一位姓陳的兄弟寫的 其實你的名字真的很棒 無論你是無光之時 第一次見到對方 還是最後那一幕都是一樣 但是最感動我的故事劇情 是 和我之間產生的共鳴 我相信 各位小時候一定有一個重要的人 但是長大之後就會漸漸走遠 甚至乎連名字都不記得 現在回到大學之後 因為 我讀中大 他都成大 每天坐火車的時候 我都希望 看下車廂的人 希望可以撞回他 雖然已經沒什麼用 但是都是想做回那件事 FORM2低潮時 我認識了他 我們隔離位來的 他陪我玩 叫我一起做數學練習 總之很多時候一起 就是這樣 成為了精神之柱 一直陪我過 給我勤力 讀書 溫習 過了一陣 我跟他在Facebook表白 他又藍剔我 約吃飯 又說約了人 學校生活 完全沒有變 我們之間還經歷很多事情 有次在班房走出來 兩邊走 回望了一下 繼續走 沒有想過一起走 那一刻很後悔 為什麼沒有回頭 有次他喝水玩 漲起臉 我就打過去一厘米 距離 又收回 最近那次拖緊了他的手 過程沒有說過 每次都是這樣錯過機會 在FOR之後 我們又坐隔離位 足足沒有說話三天 之後又回到交流 但感覺已經有點不同 後來兩年 跟他另一班人 即是他又跟另一班人玩 已經不需要我 連謝斯爾也沒有說的 照片也沒有拍 就是這樣 沒有見過他面 總之好像陌生人 那可能這些故事 會令到各位兄弟 和巴達 和達叔這麼悶 想起 覺得自己很愚蠢 但事實 我想說一下 勇氣這件事 藍剔過院 他的人 之後 人就會想 再約一次 再試一次 會被人狠狠拒絕 然後怕了 不敢再試 但是這樣很多機會 錯過很多事情 一直想是一個完美環境 單獨約一次吃飯 說表白 抱緊他 牽著他 說我愛你 就是這樣 可能差一句話 就會成功 在旁邊 就這樣 說一說 成功的關係 可能會沒有了 變了兩個互不相識的人 當然 說最理想的情況 一句說完 鼓起勇氣 把握時間 就是這樣 有時就是試了 現在 其實他也有表白過 但是藍剔 我想 還是沒有什麼機會 試試看 看一看 不行 還是要放棄 明天一定要殺死這些畜生 是這樣的 不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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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